硬件链零件图,选择前视图,单击,草图绘制按钮,进入草图环境,选择样条曲线按钮,在图形区单击点,确定样条曲线上个点,确定样条曲线形状,选择样条曲线上点移动光标,调整位置及形状。 打开零件图,选择前视图,单击草图绘制按钮, 进入草图,单击草图文字按钮,显示草图文字属性管理器。 在文字选项中输入要添加的文字,Solios 2012。 此时添加的文字显示在图形区曲线上。 单击字体按钮,弹出选择字体对话框,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设置字体。 单击确定按钮,选择特征,拉伸突,抬机体。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拉伸。 打开零件图,选择前视基准面,进入草图绘制,选择边角巨型按钮,绘制巨型,单击圆角按钮。 在图形中选择图,在图形中选择圆角点,单击确定按钮,完成圆角绘制。 一键零件零件图,选择前视图,进入草图绘制环境,单击边角巨型按钮,单击确定,完成巨型绘制。 单击绘制倒角按钮,选择角度距离,分别为10,45度。 选择距离,距离,相等距离。 单击直线按钮,单击确定按钮,单击确定按钮,选择距离,距离,命令,修改距离名称,10,20。 在绘图区域,在绘图区域,绘制倒角。 分别单击不同直线,显示不同结果。 打开零件图,单击前视图,进入草图绘制环境,单击直线按钮。 在绘图区域,绘制图形。 单击等距实体命令,弹出等距实体属性对话框,选择草图。 完成偏移,单击等距实体按钮,继续选择草图。 完成等距实体操作。 单击打开按钮,在原文键目录下,打开原文键。 选择。 基准面,进入草图绘制环境,单击转换实体引用命令,选择边线。 选择要转换的实体,单击确定按钮。 显示草图中转换的边线,退出草图。 打开软件。 单击打开按钮,选择原文键。 单击检裁实体命令,检裁图形中多余线段。 选择文键,另称为。 将绘制结果保存在结果文键目录下。 单击打开按钮,打开原文键, 文键目录下。 在草图编辑状态下,选择粘伸实体命令。 单击直线,完成延伸,选择文键另存为。 将绘制图形保存在结果文键目录下。 单击保存按钮,完成会。